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系列的正道 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一讲 然后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在以福所书的第1章1到2节前面两节 好 我们一起读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宝博 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在被你拣选 我们是从创始以前被你拣选 我们在认识你之前 我们真的都是罪人中的罪魁 但是神是你用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赐下永生 是你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使我们能够外邦人跟基督 跟这个犹太人能够合为一体 主啊 我们真的是以后是天国的子民 但是我们常常的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忘记了我们在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 主啊 真的求助你 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 借着以佛所书的学习 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 我们应当是怎样的一群人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应当有天国子民的样式 主耶稣感谢你 求助你的圣灵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 让我们台上台下被一灵所感 让我们都能够进到你丰盛的生命之中 感谢你 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民求 阿们 好 那个 我们往下翻一点 往下翻那个 背景介绍 我们知道有所说的作者是保罗 对吧 这个 他的这个写作年代呢 写作年代呢是 就是主后61年到63年 就是有的时候61年62年63年 就算再晚一点早一点都不是非常重要 大概在那个时候 是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蹲监狱 他是 然后同这个菲利比书一起写的呢 还有 先不翻对 还有另外三卷书 就是我们常常讲 非佛西门 就是菲利比书 俄罗西书 那个菲利门书 还有这以佛索书 这四卷书叫监狱书信 是因为他大概都是在同一时间 在这个罗马监狱里写的 然后这个带信的人 就是拖这个推积骨 在菲利比书的六章二十一节 就拖这个推积骨 带给这个小亚西亚的一代的教会 因为他在蹲监狱不方便 这个保罗是在第二次不到旅行的时候呢 到达了菲利比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他说他还会再来 希望能够再来 他到这个第三次不到旅行的时候呢 他就再到了 又重新回到这个菲利比这个城市 在那里住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在这个 《石头行传》的第十九章吧 看一下 在《石头行传》十九章 保罗是这么说 保罗 你看他说 进会堂辩论一连三个月 然后呢 第十节说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又在推拿鲁学房辩论 就是他在会堂辩论三个月 然后在推拿鲁的学房辩论两年之久 他在二十章的时候 三十一节说 你们应当请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停地流泪 劝谐你们个人 他在以佛所教会的长老见面的时候 他说我在这里待了三年 在这个以佛所之前 保罗每个步道旅行 他只有到了以佛所以后呢 他待的时间最长 而且他从这里他开始改变他的宣教策略 就是他每次旅行步道 他开始改变策略就在于他不是说 紧紧就是走了 就呆了就走呆了就走 他是在这里开始门徒培训 所以以佛所在这个新约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们看下面那个图片 我刚才看下一个图片 大家看那个红字呢 是以佛所 对吧 就看到这个位置 他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我们知道沿海地区都是比较发达 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然后这个一般都是贸易的 金融的 政治的 都是中心 像内陆城市呢 除非就是像北京啊 西安啊这样 他是有这个首都 或者像什么郑州这种 他是郑州这种 他也是这个交通枢纽 否则的话沿海 因为他是这个交通发达 他的对面就是那个雅典 跟雅典是河海相望的 然后看下一个图 今天他还在 这个城市还在 这是保罗第三次不到旅行的这个图 这个Zoom里的金融姊妹 没办法给你们分享 因为一分享就会有杂音 我们可以看到他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那个绿线 他是到了那个以佛所 到了以佛所 但是当他回着的时候 我们看他从格林多绕着一大圈 回着的时候呢 那个绿线 从以佛所变 他没有到那个以佛所 他就没有去以佛所了 他从米利都 然后把那个以佛所叫回的长老 调到米利都 劝勉他们刚才那句话 就是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 流泪祷告 用神的话劝劝你们 他为什么不回以佛所了 因为呢 在以佛所发生了很大的暴乱 保罗在那里三年传福音 跟那些拜偶像的人辩论 辩论了以后呢 就是 就许多的人都接受福音了 以佛所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个就是 雅迪米女神庙 在圣经里面翻作是雅迪米女神 我们都知道 这个那些制造那个 这个女神像的那些银匠 他们生意发达 对吧 有一个地方 有这种大的一个庙啊 周围的人都会做生意 吃的 住的 然后做这些 做这些神像的 包括那个 做那什么香辣的 就一系列的 所以那地方的人呢 就生意很好 他们就指着这个庙活着 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大家不要小看 它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 这个叫 也叫戴安娜神庙 叫阿尔特特密斯神庙 就是 一般圣经里翻作是雅迪米女神庙 但是在 圣经以外的地方 一般都叫的 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庙 这个神庙里面呢 据说是供奉着一个 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 说黑色的 还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那个石头上呢 有很多的突出 就是那个一个石头 很多突出 每一个突出 都像那个女性的那个乳房一样的 然后呢 他们就叫那个 生育女神 多乳之神 他们就跪拜这个像 然后这个就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然后这些生意人的那个名将 就是用这个来 打造成这个 这个银器的样子 然后来卖 生意非常好 家家族 家家后户 都是靠这个生 来生活的 在以佛所书的 在那个 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 这个以佛所就发生了 一场骚乱 这个骚乱 就是因为 很多的人 听了保罗 在这个三年之久 在以佛所的这个传道以后呢 他们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以后呢 就不买了 就不买 那个银箱了 对吧 各一系列的东西都不买了 庙里也不去了 你说他们这人的生意 他肯定是有功夫 然后呢 他会赢到一名 以佛所书的地医 十九章的 第十九章的 对 使徒行传 怎么回事 我要把我自己放大 好 好了 我把我自己放大 在十多行传的 第十九章二十三节 对吧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二十四节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自造 雅迪米神 看的 他是这样的手艺人 生意发达 然后他就 召集这些人来说 你们看看 我们都是靠这个 生意发财的 保罗呢 到了以佛所以后呢 不光是以佛所 包括雅西亚周围 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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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说 人手所造的 不是神 他们正好是用那个 银子做那个 银像的说 人手所造的 不是神 所以说呢 你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样呢 不光是我们的事业 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 雅迪米的妙 也要被人轻忽 连雅西亚权地 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 威荣 也要消灭了 这个话听起来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就说 不光我们赚不到钱了 然后这个不重要 主要的是 这个雅迪米 女神的温柔没有了 我觉得人 我们今天读到 这个的时候 觉得好像 他们怎么这么 愚昧呢 怎么不信主呢 神才是独一的真神 可是我们自己 换位思考一下 我不说别人 就我们天水 甘肃天水 那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小城市 不管是文明 是富裕 什么都不行 本来甘肃就是 贫穷的神分 天水是有一个 麦基山石窟 四大石窟 龙门云港 墨高窟 还有麦基山 四大石窟 然后呢 这个贴人一提起来 给任何人一介绍 我们的麦基山石窟 特别有名 是挺有名的 就觉得那是 天水的光荣 里面有很多 很漂亮的那些 各个朝代的那些 佛像啊 什么这些 什么小小弥撒 可能很多很多 还有一个好大 那个卧佛 然后那个山体 也很漂亮 就是在那周围的人 也是靠那个来生活的 真的是靠那个来生活 他们卖那些东西 卖那些纪念品吧 全都是那些小佛像 我们去过兵马俑 先兵马俑的也都知道 兵马俑那一片 都是靠那个过日子的 我那时候不信主 也去兵马俑 然后也买 他们把那个 做成那个陶俑的形状 然后埋到泥浆里面 泡一泡 然后拿出来看 就跟那个兵马俑一样 然后就是 大两个就是几十块 小的就是十块八块 买几个放在家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弥弗所这个城市 我们刚才看它地理位置 它是靠海的 它交通发达 它交通发达 然后那个商业 往来非常的繁茂 就是很多东西 运到这个地方 出现到尼佛索以后 尼佛索就是 这个分散到这个小亚西亚 就像那个义乌一样的 就非常有名的地方 然后呢 又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神料 你想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我们一直想把我们的兵马俑列成 世界第八大奇迹好像还没列进去 是吧 你想这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的建筑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靠这个发财 保罗来了以后一传福音 人家不信雅丁米女神 说保罗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 所以他们就发生了一场骚动 骚动了以后呢 保罗就被 就离开尼佛索 闹完了以后 保罗离开尼佛索 他就继续不倒理性 当他在返城的时候 他就没有到尼佛索 他就到米利都 跟尼佛索接近的一个地方 把这些长老叫来就给他们讲 就给他们劝勉 因为他要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呢 他会要去到罗马 到罗马 然后他知道他会在那里受死 但他不想离开 那么这封信 这尼佛索书呢 就是他回到这个罗马以后 他到罗马蹲监狱了以后呢 就是就 就写了这四封书信 再往后翻 再往后翻 这就是网上搜导的 有的时候就说是一块陨石 上面有很多的像女人的乳房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他们是做了还是不做 当然后翻 我们看得很恶心你知道吧 我虽然找了图片 但是现在看 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我们基督徒看那东西 就是恶心 但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遗址 雅历明与神的遗址 就剩了这一根柱子 两次就是被毁坏掉了 那个雅历山大大地呢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那个 为这个 把就是雅历山大大地 就是把各国掠夺来的财宝 都献给这个女神 放到这个女神庙里 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庙中 都没有如愿以偿 雅历山大和弦 可见这个庙 就是在当时在中东 在小亚西亚一带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比我们的这个墨高窟啊 比我们的这些什么龙门云港 麦子山都有名多了 就是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 如果说那个地方的人 都是他们把 以弗所这个城市叫做 就是户庙的城市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把他这个饭碗砸了 不说 然后把他们的心中的荣耀 没有了 那他们肯定是要 要是要 不干 不会善干罢休 所以他们就要 保罗要 要论罪要杀死 保罗就没有再回去 然后呢 这个后来 这个 这个完全毁灭 就毁灭了两次 但是在以弗所 还有这个推法鲁学坊 非常有名的学坊 就是一些很有名的 一些学者啊 哲学家在那里辩论 还有露天的剧场 大概据说容纳两万人 有的说一万人 两万人 你想在当时的那个 那种年代 保罗呢就是 六几年 公元后六几年 六十年 能够容纳一两万人的 大的剧场 多么的宏伟壮观 所以以弗所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 那么以弗所在新约里 非常重要 不仅仅是这些 这些跟我们没关系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以弗所呢 有提摩泰 提摩泰在那里服侍 亚基拉和百基拉夫妇 还有亚伯罗到那里 使徒老约翰 最后是在以弗所做长老 他把那个耶稣的母亲 马利亚也在这里生活 然后马利亚最后死了 是葬在这里 老约翰应该也葬在这里 所以以弗所在新约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他以弗所的教会呢 在小亚西亚一带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 那么保罗呢 就是惦记着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的教会 大部分就是外邦人多一些 犹太人少一些 保罗到了这个罗马以后 他就惦记以弗所的教会 包括其他的这个教会 他就写了这几封的 四封的监狱书信 拖这个飞机鼓一起 带到小亚西亚一带 以弗所书呢 往后翻 嗯 以弗所书呢 非常的不一样 我知道如果你读得少呢 感觉不出来 可是你读得多一点呢 你就能感觉出来 他跟保罗其他书信呢 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 你明显能够感觉到 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到哥林多书信 知道他是在针对 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 对吧 有人取了他的祭母 有人混乱圣餐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读到这个 提摩泰前后书呢 我们知道他是在 一些教祭书信 就是教导提摩泰 应该怎么样 做一个牧者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 在你佛所书里面 没有针对任何的错 没有任何的异端 批出警告劝 他写的主要是 使弟兄姊妹能够了解 神永福的计划和恩典的浩大 神的奥秘就是 使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基督里合一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教会 我们看 不要说其他 就看我们看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有一个是奋瑞党的西门 奋瑞党是什么人 放到今天呢 就是属于那种极端的 就是要暗杀 汉奸的那种人 就属于暗杀 除奸队的 暗杀汉奸的那种人 那么立位呢 恰恰就是一个 尤奸对吧 就是属于尤奸 就是他们两个在那里面 如果说 不是信主的原物的话 这个奋瑞党是 把西门要杀掉的 就是列到我们的名单里 要杀神要杀神 因为你背叛了摩西的律法 然后你是给罗马人当走狗 那么立位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奋瑞党的西门呢 恰恰跟他是反面的 所以 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 学问高的 学问低的 你是 你是曾经是偷盗的 还是大学教授 是总统 还是泛夫走足 还是打餐馆的 还是做美甲的 做装修的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一个新造的人 每个人在这里 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就是教会 所以在以佛所书里面 他非常非常清楚地 像我们要 介绍 教会是什么 我知道 我们经常会说 教会 就是不信主 就是说教会 就是一个房子 对吧 就是我们的建筑 信主了以后 就知道教会是 每一个信主的人 组成的一个群体 可是在 可是在以佛所书里面呢 保罗是非常详细地介绍了 教会 人 这个人在教会里面 应当怎么做 人 这个新的群体 应当怎么做 所以这个 这个以佛所书呢 它是 说保罗可能是快被释放 在罗马 61年62年 他是关了两年 他快被释放的时候 在那里面 他写以佛所书 那保罗是大概67年 68年 是在尼路手下殉道的 对吧 他是 与哥罗西书呢 有很多相似之处 以佛所书一共155节 全书155节是不长的 它大概有78节 就大概有半 是哥罗西书有的是相似的 或完全相同的 但是两本书描述的重点不同 以佛所书是从正面讲述 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讲述我们基督徒 是新造的人 禅民教会的奥秘 注重合一 注重合一 防止分裂 哥罗西书呢 是偏重于国 是异端的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那么 他是正面的宣告 就说这个 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 都是新造的人 再往后翻 那么在这里介绍 教会的几个最 几个 用几个方法来 几个点来形容吧 什么是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以佛所书一章23节 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 所以教会不是谁的 不是说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们大家的 教会就是基督的 基督在这里做主 这是肯定的 第二点说 教会是主的圣殿 以佛所说的 第二章21节说 客人各方靠他联络的核实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然后教会是神的家 就是说我们不再做 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教会是神的家 然后教会是圣灵的宫殿 也是说 你们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然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在 以佛所书五章32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五章32节 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31节说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就是基督和教会 基督是新郎 教会是新父 很多个比喻来讲这个 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首先是简略的 就是很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在新约中 是非常重要 有人说 以佛所书是 皇冠上的明珠 就是他 就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介绍了 这个保罗的神学思想 就是有关他的教会论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呢 就是一个很 给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讲一下保罗的问候 就是前面两节 我知道前面这些 尤其是对于初信主的人 听起来有点迷惑 不要紧 慢慢你就都知道了 慢慢你就都学习了 第一节是这样说的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以佛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你是 不管是这个 做基督耶稣的使徒 还是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信徒 我们还是做一个仍牧者 这都是我们在人前的称呼 但是你无论出去 传福音做什么 你不是凭自己的意思 不是说我看看这个人长得比较好看 或者我觉得这个人跟我合的来 我给他传福音 他信主 不是的 你是奉神的旨意 奉神的旨意 不是凭自己的意思 对吧 不是自己疯的 你觉得你应该当牧师 你觉得你应该当使徒 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做什么是神安排的 做什么都是神安排的 而且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就说我不是王里进的仆人 我也不是朱祁的仆人 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 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 不是王里进去说 这个谁谁谁你去干什么 你拆遣他去干什么 你拆遣你的朋友来干什么 你拆遣端秋去 就跟客人收钱 这个是你拆遣 不是的 保罗是谁拆遣的 是基督耶稣拆遣 他不是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以佛所这个地方 这个五象崇拜太厉害了 我要去那里传福音 全世界五象崇拜都很厉害 他怎么不去我们天水 万机山船呢 对吧 他是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是耶稣基督 我是他的仆 是神拆遣我到这里来 然后现在神拆遣我 蹲监狱就是的 我现在给你们写这一封信 然后现在保罗 他是忠于基督耶稣的使命 你比如说李静说 这个端秋你去跟客人收钱 他说我现在饿了去吃饭 他就没有听你的话 但是呢 在这里保罗是 奉神指引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就是说我是忠于自己的使命 神拆遣我 我就忠于我的使命 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拆遣的 我们在这里活着的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不被神拆遣 说是我自己想信主的 我自己想去传福音的 我自己想怎么样 不是说我们是 我们都是被神拆遣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 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他的 他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的这个身份 他自己的使命 都是从事而来的 都是奉神拆遣的 都是为耶稣基督 去完成耶稣基督 要他完成的使命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我们知道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说呢 保罗在这里就是为以佛所教会 这样一个外邦人的教会 来写这封信 那么奉神指引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然后第二句话说 然后说写信给在以佛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在很多古超文里面 就没有这个以佛所 就是写信给圣徒 就没有以佛所这几个字 可见这封书信呢 就不见得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教会 有可能是针对这个普世的教会 或者针对小亚西亚一代的教会 保罗想把有关于教会 有关于在基督里新造人的这个真理 传明给大家 他就说 写信给这个圣徒 谁是圣徒 谁是圣徒 我们都是圣徒 以佛所教会有没有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 有那个雅迪米女神的庙 他们不可能说 有的人曾经拜偶像或者怎么样 对吧 或者你的亲人里面有 他一定是有 也许你的亲人就是那个 迪米丢一块做 做那个银匠手艺的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他说你们是圣徒 不管哪个教会 所有的教会 包括以佛所教会 没有完美的 教会都会有问题 每个人在信主以前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信主以后 我们才一步一步的去认识 自己的罪性 才去悔改 可是他说圣徒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说 圣会君子 你不要觉得好像 你不配担当一样 我们都是圣徒 因为这个不是说 你已经圣了 而是说 你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 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了 你是在神 耶稣基督里 你已经分别为圣了 那每个人都是圣徒 每个人都是圣徒 我以前刚开始学到 读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觉得 哇 圣徒 可能只有保罗呀 像什么 特别仨修女呀 就是天主教 不是会丰盛吗 我们算什么 但是现在 我们在读的时候 显信给以佛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什么是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 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这个中心呢 跟那个信心 跟那个完全的信心 非所是 是一种粉 就是说 你相信神 你完全相信这样的人 你就是一个圣徒 你就是可以被称为一个圣徒 他没有在这里说 我写信给以佛所的门徒 或者以佛所的基督徒 是什么样 他写的是圣徒 我们都是被神 从这个世界上 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信耶稣 我们对他有完全的信心 我们相信他救赎我们 我们就已经 让他从这个世界上 分别为圣 我们就是圣徒了 另外就是 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中心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中心 中心是你忠于基督耶稣 忠于基督耶稣 对你的差遣 和忠于基督耶稣的使命 你是否忠心 你是不是今天来教会 明天去庙里拜一拜 对吧 或者说你觉得 我们来教会就是 反正神虚无妙妙 我也看不见 我在这里呢 反正假如有个神呢 我就信信 没有神呢 我就是为了混混 拿证明拿身份 拿了离开我就走 你是不忠心 这是不忠心 你不忠心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被分别为圣 你是否可以被称为圣 对吧 包括一样的 就是比如谈恋爱 你现在喜欢一个女孩 就是什么都让你满意 又漂亮又苗条 然后又温柔又贤惠 什么都好 可是他就是有八个男朋友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 可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女孩 也没有那么漂亮 也没有那么温柔 也没有那么的 有文化有修养 可是他就是 一心一意只爱你 你要哪一个 你要哪一个 对吧 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什么 要我们有忠心 你忠心的信靠他 还是你没有忠心 包括在教会 其实一样的 他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对吧 心腹 新郎要求心腹什么 不就是专一吗 新郎要求心腹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专一不专一 你今天晚上跟我 明天晚上跟别人行 只要有钱就行 没有这样的新郎 对吧 如今的社会道德败坏 可能有的人会 但是基督耶稣不会 我不在乎你 是不是美 我不是在乎你 是不是很有钱 不在乎 我要你专心一意的对我 无论是疾病 是这个贫穷 是什么 除非死亡 有没有分离 我要的是这个 你现在我们在这里 有弟兄有姊妹 你如果爱上了一个姊妹 你如果爱上了一个弟兄 他真的就是 不像你想的说 美若天仙 不像你想的说 才高八岛 然后这个 白富美 什么高富帅 可是他真的是 一心一意的爱你 你觉得哪个更可宝贵呢 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基督耶稣 对我们的要求 就是我们一心一意的信靠他 你真的 你不要说 像那个丁光炫一样 这边挂的是耶稣基督 这边挂的是观音菩萨 是呢 他家里是这样 客厅是这样的吗 你这样的人 你就是 当然他是 那个精灵神学院的院长 对吧 那在耶稣基督里 他是不忠的 这是不忠的人 不忠的人 你说你劈腿嘛 就是出轨嘛 耶稣基督要他吗 我们人都不要 神会要吗 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 圣徒是什么 你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 你纵然现在 你不完美 纵然现在你 可能对圣经了解 不那么多 你可能就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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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特别特别的懂 但是你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 你只信他一个 你有中心 那他就是看你为圣 他就看你为圣 教会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 你今天在我们教会聚会 明天要换一个教会 后天又换一个教会 然后过两天又回来了 你说我们教会 把你当我们的会众呢 还是不把你当我们的会众 我们 我们叫你来服侍呢 还是不叫你来服侍 肯定不 对吧 你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想你可能去其他教会 其实你可能生命在家谈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 因为你不忠心 你不委身 我们就用这个基督的身体 和用这个新郎和新妇 来说什么叫圣徒 在保罗的这神学里面 就是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 就是忠于你自己的信仰 忠于独一的真神 忠于他的人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 第四章一节也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是神奥秘士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上帝没有说 你们都得是博士才能来信主 也没有说你们都得有多少钱 十万块钱起步 我们这个入会费 都没有 都没有说 你有多大的学问 所以每一个在这里有学问的 你也不觉得 你也不要觉得你了不起 你可能不忠心 每一个在这里学问低的 你也不要妄自菲伯 只要你在基督里有忠心 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忠心 我们坚定的信靠独一的真神 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信仰 你就是上帝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 分别出来的人 你就是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问候的人是什么 忠心的人 如果你不忠心 教会不能用 神也不能用 对吧 没办法用你 你今天信主 明天信钱 或天信国 或天信道 你随时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改变你自己的信仰 你不忠心 上帝怎么用你 今天在这个教会换了话 明天又去这个教会换了话 教会怎么用你 你今天跟那个男孩谈恋爱 明天跟那个男孩谈恋爱 你买个多大的钻戒 你也不会送给他 多小的你也不会送给他 你要送给那个一心一意志 爱你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圣徒 就是要做一个 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然后第二句话 他说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保罗在这里就是 这算是一句祝福 是一句祷告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如果说写信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给这个Mary写封信 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 祝你恭喜发财 对吧 就是首先这么一句话 就是这个叫什么福道 什么福道 然后什么恭喜发财 就是这样 我对你的祝福 只能说你钱越来越多越好 然后今年20明年18 这是我们的祝福 对吧 我们就是希望你在肉体上就是这样 然后我给你们祝福 就是祝福 明天你们都拿绿卡 明天你们都是帅哥 都特别有钱 开店做生意 全部都赚很多很多 就是这样 我们有的人最大的祝福就是 什么早生贵子 恭喜发财 全部停留于我们肉体的需求 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祝福 他在监狱里面 他在监狱里面 你在监狱里面给你的朋友 给你电梯的人写信 你写什么 如果是你的儿女 你肯定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啊 好好吃饭 听妈妈的话 听谁谁谁的 养育的那个人的话 如果你是给你的这个 兄弟姐妹写信 上诉了没有 撞到地上去了没有 什么时候把我救出来 我是被冤枉的 在监狱里面 保罗是被冤枉的 但是保罗写信的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完全不一样 首先是写给谁 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其次他说 祝福你们的 给你们的是恩惠和平安 他没有说你们 我现在蹲在监狱里 你们赶快找凯撒上诉 赶快给我递状子 筹点钱 然后我需要衣服 我需要吃的 或者说你们现在怎么样 祝你们恭喜发财 你们钱多多的 然后可以给我捐一点 我再建议你好货一点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这是 如果我们在监狱的话 我们可以 我可以说我们百分之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那么绝对吧 至少百分之九十九 是会这样子的 百分之九十九 我们会完全顾验 我们自己的需求 我们自己的肉体 但是保罗说 为你们祝福是恩典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不需要劳动得到的 白白得到的 白白得到的救恩 对吧 如果说你们出去干点活 发点钱 然后赚点工资 这个不叫一点点 就是愿恩会平安 愿恩会平安 从神来的 就是上帝白白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耶稣基督白白赏赐给我们的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 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还有平安 是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有平安 对吧 我们现在真的很平安 我们在瘟疫期间 我们没有饿着吧 没有露宿街头吧 我们都很健康吧 我们这些都是平安 我们不觉得 如果你有这个平安的时候 你脑子里想的就是赚钱 就是想的 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等你躺在医院上的时候呢 你就想的 哎我什么时候健康 嗯 就是这样 你生了病了 你就想的 想的 这个 平安是福 可是你没有灾的时候 你不想平安是福 你想的就是 我怎么样有更多的钱 才是福 这是我们人的这种败坏 但是保罗呢 他自己在监狱里面 他给以弗所的 这些忠心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 是说 愿你们得到神的恩典 愿你们在基督里有平安 这是耶稣基督 白白赐给你们的 这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 基督白白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得到这个恩典 只要我们能得到这个 白白的这个平安 这就是福了 这就够了 我们人是不知足的 你知道吗 不知足 像我们像我跟Mary 像我们这样的 成天想的是减肥 就是成天想的是减肥 然后诸位每一个人 我感觉每一个人 都是成天想的 怎样钱多一点 或者让自己 真的是这样 我们没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 这是从神和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白白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就应该吃 是很少想 是吧 只有我只有晚上会他祷告的时候 主啊 感谢你让我平安 度过了这一天 没病没灾 有吃有喝 然后就讲 白天脑子得不想这个事情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应该想 我们今天想 我们今天上这个风筝灯光课 给这个 师承 给这四个 上课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要昼夜思想 对吧 最反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昼夜思想 还要遵循 这就是有福的 我们的就是不是昼夜思想 我们昼夜思想的都是赚钱 昼夜思想的不是 不是神啊 你给我恩典 你给我平安 我每天都温习了 真的不是 我不是说在这里说你们不是 我也不是 我常常昼夜思想的 就是一烂七八糟的事情 前段时间就生病吧 就是 这个 这个牙肿了 三个多月吧 真的有二十天 天天吃药 天天吃药 就昼夜思想的事情 是生气的事情 我刚二十的时候 我说怎么 吃的不合适啊 上火了 我吃药 我一般吃一顿或者两顿 最多不超过一天 就下去了 因为你是胃不舒服嘛 喝点热的吃了药 结果呢 天天吃的不想不去 最后那天我该我进食嘛 进食到我该我进食 我进食以后我就 我没有吃药 空腹不好 我肿得很高 我一下子反映 这个不是胃的问题 因为空腹应该 胃应该不受什么损伤 结果才发现是 是生气 所以我就我就发现 我昼夜思想的是不高兴的事情 我昼夜思想的一些东西 然后让我自己生气 所以我就上火了 那我们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福和主义 都归于你们 归于谁 归于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不仅仅是以佛所 小亚西亚一代的圣徒 归于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神给我们 极大的祝福 虽然只有两句话 虽然只有这两句话 但是我们想一想 你是不是有中心的人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圣徒 你是专心一意的信 靠独一的神 你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当然我们谁也看不见 对吧 我们不见他人进废谷 可是神知道 那么这个恩惠平安 他就归不到你的头上 因为你并没有被 在基督耶稣里 被分别为圣 那么赶快 赶快成为一个圣徒 赶快成为一个 在基督耶稣里 有中心的人 那么从神而来的 从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的 平安和恩惠 就会归到我们的头上 我们只要有这个平安 有这个恩惠 不必再引起他 对吧 不一定钱多就平安 真的 我们是没有 我们就想钱多 钱多了 未必平安 我看那个 这个叫做什么 比尔盖茨当然钱多了 我看美国人去游行 抗议销 把他扔到监狱里面去 这个 就是这个 纽约州的那个州长库默 库默 当然人家钱 肯定比我们多 我看到那个 大选期间 我看他们家门口 就是24小时围着那些 美国人在那 敲了敲了 美国人真的能折腾 那个大鼓是拿那个针鼓这么打在他们家门口 一只跳一只喊一只喊 我再看一只喊一只喊 让他下台 他有钱 他不一定平安 真的不一定平安 那个叫那个什么 佩罗西啊 那中医院的医长 八岁了去整龙去龙凶 他能平安吗 他不平安 他平不平安 他才干这件事情呢 平安不会干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如果你成为一个圣徒 你就是有恩典 白白得来的 你就是有平安的 我们读到保罗给以弗所 给小亚斯以下 一代的这个 圣徒的这个祝福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这个祝福也是归于我们的 因为我们也是 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的人 我们信靠独一的真神 我们也一样 可以被称为是圣徒的人 而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简略地介绍一下 一幅所述 我们分享这两节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神透过保罗 给我们的祝福 是什么样的 他并没有祝福 我们在肉体上不受苦 并没有祝福 我们在肉体上 就是会 就是 风风复复 就比如说 有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想什么来什么 妻子很漂亮 很多钱 儿子考哈佛 不是的 他只是说 我给你们有恩典 我愿意把从神 我们的父和主耶稣 基督的平安 来给你们祝福 这是保罗的一个祝福 这也是让我们 也再一次的认识 再一次去思考 我们人真的是很容易 就是 看不见我们自己 所拥有的平安和恩惠 然后我们人的 也很容易拜我想 真的很容易 天上掉在一块陨石 它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在大气层中磨得光热了一点 然后就把它供到这个雅丽密女神庙里 然后就成了世世代代供奉的一个女神 然后多少人靠他发财 多少人靠他发财 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 那个汶川 汶川那个宁秀镇 宁秀镇就是有那个二郎神庙 对吧 那边就有二郎神庙 还有什么 什么庙 反正就是那条街都是靠这个香辣表纸 发财的那条街 也变得最厉害 一样的 上帝是会败坏我 今天看那个 刚才我看到那个遗址 那个雅丽密女神 那个庙文的遗址 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什么都没有了 不必在意 真的 不必在意 我们在意的是 你是否是三心二意 还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 你要在意的是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 基督赐给我们的 当中会和平安 这是保罗给以佛所教会 弟兄姊妹的祝福 也是给你我的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低头广告 主我们感谢您 主啊 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 在监狱里面 为以佛所的圣徒 写他信的时候 我们真的愿意 我们自己 也被你称为是圣徒 因为我们也是 被你从这个世界中 分别为圣的人 主啊 我们也愿意成为 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的人 我们愿意得着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而来的 这样的恩典和平安 主啊 感谢你 我们真的是一群不知足的人 我们常常的 忘记了你给我们的恩典 忘记了你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常常的 就不再是一个中心的人 我们常常的是 被这个世界上的金钱 被这个世界上的物质 所以我们忘记了 我们是被你所分别为圣的人 主啊 求助你借着这两节的经文 来赐福你的众儿女 赐福每一个 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的人 将你的平安和恩典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 感恩祷告 奉好我主耶稣基督的女求 阿们 等一下